現在你要把它變成3D塗層 加上攝影機會比較好做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這個我變成3D 一個一個調角度一定不好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搭配我們的攝影機 攝影機 好用標準的進來了 那你記得有攝影機之後 你可以變成兩個view的 對不對 一個看一個調 那我現在呢 就把我的攝影機 轉一下囉 還記得嗎 如果有出現走一下 是不是兩個 這個點跟這個點會一起動 所以我就 你如果怕不小心動到 你就不要點 點它 按著就跑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所以你再拉它動一下 這樣有沒有都有了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你要動的話 我就這樣往後退 請問這樣有沒有動了 這樣OK齁 那你今天呢 想要在上面 號上 號上那個樣式 就是那個倒影 就是選起來一起套用就好了 倒影 有沒有就有了 所以第一張有了 後面不就都有了嗎 這樣會了吧 好 這樣就有了 所以你只要調整好角度 欸其實我們就可以 當然這裡面 你的這些塗層 我們現在第一張在這裡 第二張 你可以在這邊 把它怎麼樣 往後退一點 什麼叫往後退一點呢 在這邊齁 這裡我把 第二張 是這一張 好 回來一點 OK 往後退 這樣有沒有看到第二張 對不對 它在後面了 好第三張 再下來 來 我們變成3D之後 請問 如果我 超過這個範圍有沒有關係 超過這個黑黑的範圍有沒有關係 沒有 攝影機看出去 才是最後結果 好嗎 所以你不要受限於 就是平常的這個範圍了 那我後面這幾張一樣 我就一起退好了齁 平常一起退習慣的 現在一次退一個怪怪的 好移到這裡來 一起退 一起退 OK 然後呢 還有還有 少一個 我就剪掉一個 然後呢 再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 好 再少一個 我都按Ctrl Ctrl是加選 也是剪選 好 這些我再往後退 再往後退 好啦 不要做太多張 做太多張 麻煩 你看 這樣一張一張 有沒有一直在往後退 當然其實你的時間要延長也沒關係齁 所以如果你覺得 欸我時間要延長一點 我們就把這些塗層 再把它加長 好 假設到這邊 我就把奧特加右邊的 這樣 你有沒有全部都看到了 這樣就看到了 好 所以呢 這樣就有了 那我的攝影機 就可以做動畫囉 你看如果我這樣往後退 其實就會看到齁 往後 後面一點 有沒有這樣就看到了 對不對 但是呢 這是攝影機的動法 可是你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現在攝影機是不是兩個點了 所以如果我在做動畫 那這兩個點都必須要有關鍵一個 所以有兩個方式可以代替 第一個方式 攝影機有沒有一個點的 沒有這一點的 有沒有 有吧 我們攝影機不是有兩種嗎 一種是一點的 一種是兩點的 就是沒有三點次的 好嗎 三點次的沒有 去游泳池才有 這樣了解 好齁 所以你可以改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教學影片有提到 你可以用所謂的虛擬物件 虛擬物件的話呢 它就好像是一個套索 就是一個圖層啦 也是一個圖層 只是看不到的 就是這個 點進去 它有一個在這裡 不過因為你現在是3D 所以我們會建議各位 你把它變成3D 這樣它才有三個軸向 所以呢 我只要把攝影機 以前我沒有用過豬尾巴 還有印象嗎 攝影機 的豬尾巴 連到它上面去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讓它怎麼樣 來這裡給大家看 喔這裡沒有看到對不對 按右鍵 如果你的豬尾巴 沒有看到的話 按右鍵 把這個 叫做 parent 打開 你看 攝影機 跟它 做連結 這個時候呢 我的虛擬物件動 它就會跟著動 所以你看 我如果有虛擬物件 在這邊 我做位置的移動就好了 關鍵一個 放下去 在這裡 所以我這個 虛擬物件動 有沒有 我的攝影機跟著在動 對不對 這樣你做動畫 是不是就OK 好 所以我在這邊是這樣 然後呢 往後退的時候 有沒有 就上來了 就上來了 所以這樣 是不是比你做攝影機快一點 所以用虛擬物件也可以 好 用虛擬物件也可以 這是我們之前沒有 跟各位 在那個教訓影片面 特別提的 所以我就在這邊綜合一下 這樣 OK嗎 可以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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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